那我们学尽教 就如同这一句所说的 开真意 能够对佛法尊重 正知正见 就这意思 对中国古圣仙仙老祖宗的奠基 尊重 敬仰 都是顺语 开真意 他知道写真 那么对于这些不尊重的 祝佛菩萨祖师大德 包含我们中国过去的老祖宗 我认为这些老祖宗里面有很多是佛菩萨在来的 那要不然 他对于诸法实际 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 讲得这么明白 庄子所说的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这不是大扯大物的人说不出来 这是什么人经济 法身菩萨的经济 那 居立福很近了 那才能说得出来啊 那 所以古身先贤 每一个朝代 都有几个 那 误入 自信的境界 下面说本经 得尊普贤品 第二 里面有这一句经文 开化显示真实至极 本经有三个真实 真实智慧 真实至极 要注意真实这两个字 为什么 世间法是假的 六道轮回里头没有真实 社法界里头没有真实 那 社法界是六道之外 圣文 圆九 菩萨 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 都不真实 所以那个佛 大臣教理教他做 相似即佛 很像佛 不是佛 那么真佛的标准是什么 要见信 没有见信 没有见信 修得很像佛的样子 戒定慧善修 真下功夫 修得很像 但是 没见信 就叫相似佛 那不是真的 啊 啊 见了信呢 这就真的了 所以见信 称佛 这称正佛 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啊 德尊普贤平说 开花现实 开 是 诸佛菩萨 啊 大慈大悲啊 啊 映花在世间 佛不到世间来 帮助他们 第一个 能脱离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究竟苦 你与苦啊 这个这个 帮助他利苦的路 不出轮回 帮助他利苦 是不究竟的 啊 你帮助他 从三窝道 深道三山道 啊 深道人道 不错了 比三窝道 苦 要少数很多啊 但是人还是苦啊 从人道再把你提升到天道 啊 欲接天 四接天 五四接天 啊 一层 一层 一层路 利苦的路 但是怎么样 没有出六道路啊 四接天的寿命到了 五四接天寿命到了 上头没有了 那就肯定往下坠落 六道的深沉 啊 深到上面 时间短了 啊 堕落在下面 那受罪的时间长啊 所以 帮助人身天 帮助人身 欲接天 四接天 五四接天 都不是究竟路 暂时 利苦的路 啊 寿命到了 还要堕落 阿赖耶里面 那一些烦恼 稀奇 卧异的种子 都还在啊 啊 没消失掉啊 啊 只有佛菩萨 能帮助我们 化解这个问题 啊 转设成智 把阿赖耶里的夜戏种子 烦恼种子 统统都变成 智慧的种子 求物就是智慧 你就是烦恼 啊 帮助他求物 这是真实功德 这是真实的利益 这是真正的利苦的路